就是這個聲音 我就是被這個聲音吸引來的 邀請桌遊菜 真的不容易喔 因為他是桌遊圈的紅人 所有被他看過的遊戲 一定都會被評分 對對對 嗨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的拍給你看 這一次要為大家分享的是 七歲小孩適合玩哪些桌遊呢 其實在幼小銜接這個時期 小朋友對樹裂的概念已經逐漸揚成 那對數字也有一定上的認知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從 這兩個方面來為大家介紹一些 接近的數學遊戲 那首先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街車龍 再過來是 鏡子算算 最後是熱氣球高塔 那這三個遊戲它分別代表了 數列的概念 加減成熟 甚至到加減法 運用策略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接著看下去 這些車龍裡面總共有50輛不同樣貌的車子 而且數字就是從1到50 可以讓孩子從1排到50輛 好首先我們會看到桌上已經排了 我們先挑了15張牌 也就從1排到15 那我們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把它洗混 如果你的孩子 數列概念已經非常好 可以抽到30張40張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只是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你要怎麼玩呢 我們今天玩的叫做相林數 就是這個數字 前後最接近的那個數 好那怎麼玩呢 每一個人就有翻兩次排的機會 OK假設我先翻2 2的前後是什麼 1或3嘛 那我就再翻一張 欸是9 好那這樣我就沒有答對 所以我就放回去 好然後就換下一家玩 下一家再翻 6 跟多少呢 1 欸我們剛剛是不是有翻過2 對不對 好 所以下一家如果 你剛剛都有記住你剛剛的位置的話 你就可以把2跟1翻出來 好 那這個時候那一個翻出來的人 他就可以獲得這兩張牌 獲得牌的那個人可以再翻一次 以此類推 我們就是把這個數字玩下去 那小朋友也就可以知道 什麼叫做相林數 那也就可以加深他真正數量 有一個概念 我是桌子菜鳥 我今天要來推薦一個遊戲 骰子算算 我覺得這個遊戲 我很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 我發現孩子都非常喜歡丟骰子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骰子呢 丟下去的時候充滿位置感 孩子就會很期待它的結果 那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大家丟完才子之後呢 又要想辦法在等式的左邊跟右邊 用最短的速度排出一個相等式的結果 那也可以訓練孩子對數字的感覺 也就是所有的數感 同時在遊玩的過程中呢 他也可以很快的去模擬一些這些數字演算的秘訣 那這個遊戲的過程不但帶有一點樂趣呢 同時也跟孩子可以有很好的互動 包括玩過了以後可以跟他討論說 怎麼做可能更快更好 那再加上因為充滿位置感這件事 一直對孩子是有期待的 他就會不斷的想要去玩這個遊戲 那玩的時間也很適當 就是不會太長 所以我覺得對現在時間越來越少的父母來說 也是一個佳音這樣 所以這我非常推薦這個遊戲 骰子算算 骰子算算裡面有十顆不一樣的骰子 然後它每一面有不同的數字 甚至是數學的加減成組 我們在遊戲過程裡面 其實就可以先讓孩子學會簡單的等式 甚至到二年級我們可以運用這個遊戲來練習不等式 三四年級開始學到成跟廚的時候呢 這一盒遊戲也可以一起玩 所以我想這一盒是非常值得投資的一個遊戲 這一個遊戲的名字雖然叫No.6 二文叫做樓層間 所謂樓層就是我們從一樓會到二樓 二樓會到三樓 這個數字是一定是這樣子遞增上去 就可以讓孩子開始自己試試看 什麼叫做數字的關係數列的概念 那這一個遊戲除了運用到這個數字以外呢 我們其實還運用到加減法 還有它的一些特殊的數學概念 譬如說有最接近數 然後也有雙數以及單數的運用 我想這對初間小學二年級以上的孩子 都是很好的一種練習 那希望這三款遊戲可以讓你的孩子 帶來非常快樂的數學遊戲時光 當他想到之後要上數學課的時候 不再是害怕反而是非常的開心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你們就下次見 掰掰